默认请求WordPress文章列表的时候 只会给我们返回前10个内容项目 也就是第一页的内容 我们可以在接口地址里面 去配置一个请求的一个具体的页码 这样就会得到对应的页面上面的内容 在请求文章列表接口的时候 在它返回的数据里面 有一个header属性 它里面会告诉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内容 这个xwptotal表示的就是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我这里会显示有22个项目 下面这个xwptotalpages 表示的就是这些项目分成了多少页 我这里显示的是三页 它的意思就是在请求里面包含22个内容 分成了三页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在页面的数据里面先记录一下 打开首页 在它的data里面我们可以先去添加一个total 让它先等于0 它表示的就是这个列表页面上 要显示的项目一共有多少 再添加一个totalpages 也让它先等于0 它表示的是列表项目一共分成了多少页 我可以再去添加一个currentpage 用它可以表示当前加载显示的页面的内容列表是第几页 先让它的值摩认等于1 然后在unload这个方法的wxrequest成功回调里面 我可以再去设置一下 去设置一下total的值 对用的值呢就是响应里面的header里面的xwptotal 下面再添加一个totalpages 对用的值就是响应里面的header里面的xwptotalpages 在实时分页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这些数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